以为和所以是乱生的一对 所以所以因为因为 以为而所以所以所以就因为 火鬼香 本季度我们和国内八家大众企业签订了合同 到年底我们的利润可能增长到十到十五个百分点 新的subject软件开发研究计划已经做好了 等您和董事会确定以后呢就可以开始了 到时候啊我介绍你过去把事情一办好不好 我知道了你们去忙吧 那要有什么故障怎么办呢 这个没问题我们自己会处理好的 那好 董事长这几份文件您看一下 好放下吧 刚才陈老板来过电话问您酒会的事 什么时候 今天晚上七点在粤海中心 好 我知道了 你去忙吧 好的 喂 喂 喂 啊 啊 哈 啥啊 哈 哈 很忙啊 嗯 哈 哈 有好多事情啊 我本来想在这儿好好地休息一下 没想到比在香港还要累啊 是啊 每天有应付不完的事情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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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先生去几楼 麻烦到底层停车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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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这么晚了你不睡觉 在这儿来回走干嘛 没事 你睡吧 你到底打还是不打 你干什么呀 你看他那个样子 我早就看不惯他那张脸了 干什么呀 看不惯又怎么样 看不惯去场打呀 干什么 连我都想打呀 你干什么呀 折什么 站着手铃啊 去那边看看去 去 想不想要命啊 看一遍吧 这不是这点小事也生气啊 听说你是香港的首富是吗 我们这也是生意吗 何必打打杀杀的 最主要是开开心心拿到钱就好啊 别让我们兄弟们过几天好日子嘛 有钱打架奋吗 现在怎么办 打电话给豪哥 我们该办的事都办完了 就看他和阿勋的了 喂 说 你那儿情况怎么样 什么 好好 我知道 你们等我电话 好吧 怎么样 小马说 那个家伙又臭又硬 死活不给他们家打电话 豪哥 他不打 我们给他打 把资料给给我 解释靠 老公 一言 你这个人 不让你下车 你别下车啊 喂 让我老公跟我说话 不行 他现在不能跟你说话 你只能跟我说话 你到底是谁 你就把我 当成是你丈夫的朋友吧 你想要干什么 我不想怎么样 我只是想跟你谈一下赎金的问题 喂 又怎么了 他怎么给挂了 你怎么给你 请不吝点赞 你好 新世界远见公司 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请问找董事长有什么事吗 我是她太太 是郭太太啊 您好 董事长她今天没有来 你知道她去哪儿了吗 不知道 今天都没有看见她 湛仙 她不会报警吧 她不至于吧 疼 喂 郭夫人吗 你都没有看见她 她不认识 她不认识 我没有看见她 我都没有看见她 你还要看见她 我已经听到她 我都没有看见她 我都没有看见她 你不想尽快见到你丈夫吗 我当然想 我恨不得马上就见到我丈夫 可是我的确下午有了安排 对了 我现在有时间 我们现在见面吧 现在 不行 还是明天下午吧 明天下午两里 在西环码头 海湾大酒店 一层咖啡厅见面 不行 什么 怎么又不行啊 那地方我根本没去过 要是万一耽误了时间 找不到了怎么办 那好那好 你说在什么地方 在 在皇后大道安城大厦 一楼咖啡厅见面 那你我比较熟 在皇后大道安城大厦 不见不散 那好吧 就按你说的 明天下午两点钟 在安城大厦 一层咖啡厅 不见不散 怎么了好哥 这你 那是 那这就是 那这 campus 呢 你 那那是 记得 大概 你 豁 你 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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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真的没事 你要有什么问题 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 好的 谢谢啊 不客气 不客气 我先走了 我是梁祝雄 梁探长 您好 我是郭桂香的太太 郭太太 郭先生她好吗 梁探长 我有件事 想请你帮个忙 跟我还客气什么 有什么要紧失吗 我想亲自去你们那儿 麻烦你帮我找个人 好啊 没问题 我跟他们打个招呼 有什么你尽管跟他们说 能办的我们一定会替您办的 好啊 好 就这样 再见了 来 对 对对对 土豆烧牛 官司 今天叫我们吃饭呢 你是在独马赢了 你独马赢了 你独马赢了 去拿碗呢 快快快 好香啊 我要下手了 真是美的 不饶 太棒了 快来吃了快来吃 喂 尝尝尝尝尝 好 官司 电话 等会儿啊 来来来 吃啊 行行行 快说我尝一点 我还没吃着呢 我尝尝尝尝尝 看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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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呀 哎呀 看了 够烂了 找我们什么事 啊 吃点汤 吃点汤 好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您有什么事 我姓李 我是国贵乡的太太 我先生上个星期 到内地去考察 准备在那里投资设厂 他和我结婚十多年 一直有一种默契 那就是 不管他回不回家 他的生意有多忙 那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他总会打一个电话 报平安的 可是 到了上个星期三的晚上 他一直没有打电话给我 原本 他早该到香港 召开董事会议 可是 一直到现在 都没有他的消息 因此 我怀疑 他可能是被绑架了 你怎么肯定 你丈夫是被绑架了呢 我已经接到了 绑匪的勒索电话 你丈夫在大陆被绑 可我们是香港检查 能帮你什么忙呢 我怀疑这件事 是香港人干的 为什么 有什么迹象显示 是香港人干的 因为 打电话给我的人 好像是本地口音 他们约我在中环见面 我觉得 这肯定是香港人干的 至少有香港人参与 他帮伟说了些什么 他说 我丈夫现在在他们手上 他们想要钱 但是没说要多少 他们约我在香港见面 我没有同意 后来 我就约他们 明天下午 皇后大到安城大厦 一楼咖啡厅见面 他们还警告我说 如果我报警的话 我丈夫就不会有好结果的 我会有没有 明天下午 你先去会会这些人 看看他们有什么要求 我们会在暗中跟着你 看看这些枉匪 到底是些什么人 然后我再想办法 找到过先生 你们跟着我 那 他们不会发现吧 放心吧 郭夫人 如果连这点活都做不好 那我们就改行做烧牛肉了 阿山 给郭夫人拿窃听剂 是 郭夫人 您是一接到电话就来找我们的 对啊 那您怎么会 怎么 我做得不对啊 不 您做得很对 不过 怎么说呢 您就不怕您丈夫 我当然怕了 可是怕有什么用呢 所以我想了想 也只有你们能帮我 怎么 难道你们还想让我大哭一场 然后拿着钱 去和那些绑匪们商量怎么熟人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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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一杯咖啡 Hudca Gy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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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知道 快死了 快 你看 是张士豪 是他 果然是他 太好了 阿慧 你们注意了 目标人物是张士豪 他已经进去了 收到 官司说目标是张士豪 他已经进来了 他已经过来了 那咖啡好喝吗 当然好喝了 我不骗你的 你真的不要加糖了吗 现在在哪儿 怎么样 怎么样还行是吧 挺好的了 郭太太吗 您是 我们约好的 请坐 一杯咖啡 好 真没想到啊 郭太太长得这么漂亮 郭先生真有福气 你们俩联系上了吗 我也没想到 王匪会长得是你这个样子 是吧 那你想象的是什么样子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面 那么看来我们很有缘分呢 请问你怎么称呼我 这个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要谈的事情 对不起 那我怎么知道 我丈夫在你手里呢 从昨天晚上到现在 差不多有二十八个电话了 说绑架了我的先生 你说的 我凭什么相信你呀 快乐 先不停 我凭什么相信你 贵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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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吗 你在哪儿啊 你说话呀贵香 贵香 喂 你这又是何必呢 好歹也是生意人 这么看不开啊 我们也是做生意 大家都是图财 赚到钱是最主要的 谁也不想图命对吧 你也不想做到最后 连命都没有了 和你老婆说句话吧 贵香 贵香 你跟我说句话呀贵香 你现在怎么样啊 贵香 阿芹 是我 我是贵香 你 贵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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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贵香 怎么样 郭太太 现在我们可以谈了吧 说吧 你要多少钱 贵香 就当你了 来来来 喝点茶 我来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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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三十亿 你要三十亿 我没听错吧 我看你是疯了吧 我看 他真是穷疯了 张口就要三十亿 这也太厉害了吧 你们家大业大实力雄厚 这是我对你们郭先生的看法 其实我对郭先生已经仰慕很久了 不然怎么能跟您谈合作的事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我只是想让您了解一下我的真实想法 其实呢 我说的每一句话都很真诚 希望您能再仔细考虑考虑 我没什么可考虑的 您觉得如果郭先生来谈的话 他会怎么说呢 那也好 再考虑考虑也好 您恐怕也知道 我们做生意的人时间就是生命 我想如果是郭先生来谈的话 他也不会希望考虑的时间太久吧 明天还在这儿等你的答复怎么样 下面的事情我们再约吧 真够狡猾的 怎么了 说了半天 一句能用作证据的话都没有 是不是已经发现我们在窃听了呢 队长 队长 我们的咖啡喝完了 该走了 说到了 好 你们先不要动 等郭夫人走了以后再离开 明白了 小心 我们在窃听这里 走 那我们早上都又回来了 EEE EEE pus 郭夫人现在出来了 行了 他现在已经开车走了 好了 现在可以收工 我们刚才是在这儿吧 不 这是停车场 我们上午在这儿 对对对 在这儿 官司 人带过来 官司 怎么样 看见那些绑匪了吗 赶快去抓他们呀 我们不仅看到了绑匪 而且还知道他是谁 是谁 他叫张世豪 是个老贼头了 张世豪 你们怎么不去抓他呀 赶快把我丈夫救出来呀 你敢肯定 你丈夫就和他在一起吗 快快快 带着家伙 那最起码他知道 我丈夫在哪儿啊 你指望他能告诉你 比邓天还难 张世豪很狡猾 是 如果我们现在抓了他 不但告不了他 反而会害了你丈夫 怎么办 怎么办呢 说不定待会儿 他会打电话 约我下次见面的时间 我想要救出你丈夫 必须能够坐到三点 第一 要先稳住她 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第二 不要了解到 他们把你丈夫藏在什么地方 我丈夫是在安息失踪的 他们可能把我丈夫藏在安息了 那可不一定 大陆那么大 要是他们绑了你丈夫 藏在西藏怎么办呢 不可能吧 有可能 就算是藏在安息 可安息那么大 有好几个香港那么大 我们也很难找到啊 那 所以 你还是先听官司 把第三点收完 第三 如果他真是被藏在大陆的话 那就得靠大陆警方调查了 所以在确定了被藏的具体地方之后 我们必须联系到大陆公安 共同破案 那 那我该怎么做呢 你要做得很重要 你必须和他推延时间 但又不能让他看出破绽 这一点也只有您能办得到 只要您那里能争取到时间 我们才能做好后两点 把您丈夫救出来 可您一定要记住 张氏昊非常狡猾 老辣 如果一旦让他察觉到 您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那您丈夫就危险了 那 那 那我该怎么办呢 您这次必须要和他侦探 可以摆困难 各种各样 让他觉得既有道理 又不能解决的困难 最后让他自己妥协 我知道这样做很难 可是您必须想办法做到 您放心吧 每次您和他见面的时候 我们都会派人在暗中保护您的 只要您能争取到足够的一些时间 其他的我帮您搞定 那我先走了 官司 这么做会不会太难为他了 这次一切都干他的了 那我们怎么去查郭桂乡的情况呢 派卧底 不行 那太危险了 我在想 能不能有什么方法 既能从张氏昊那里套套消息 又不至于引起他的怀疑呢 那能有什么方法呢 那家伙又很幽黄 要想让他说实话 找跟他亲近的人 有道理 要是能找到一个 既肯帮我们办案 又和张氏昊那够亲近的人 就好了 那我们到哪儿找这样一个人呢 这不可能 我不可能 你一下子拿出这么多钱 你一下子要出了三十个亿 而且是旧钞 我到哪儿去找 我现在就是卖房子卖地 也来不及啊 你去看 你去帮房子卖地 你去看 你现在是在那儿来的 我就是卖房子卖地 你去看 你去乖房子卖地 你最好拿出点诚意 好吧 我们家呢 也不是政府的金库 你想要多少 我就能拿出多少 电子行业嘛 都是以股票的形式 来周转的 而且这种股票 不是说卖就卖得出去 更何况 我丈夫在的时候 就是要抛这些股 也得经过董事会的同意 才能够把这些股票抛出去 更何况 我丈夫现在不在 就像你说的 既然我们要谈 那就得有点诚意 对不对 能不能要价合理一点 这个数字太大 我得查一查 看看有没有这个能力 你要多少时间 起码要一个星期 我就给你四天 你自己看着办吧 官司 张氏好起来了 他要走了 四天 我们又有四天时间可以用了 你赶快告诉丁烧的人 让他们原地别动 等顾夫人走了以后再说 叶索 各单位都注意 各单位注意 维持原状等待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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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多大的把握 现在还不好说 官司 情况怎么样了 收获很大 郭夫人又帮我们 争取了四天时间 我的收获也不小 该查的人已经查到了 他叫陈美莹 是警校资料室的管理员 从小居住在油麻地 跟张氏豪的关系很密切 这是他的资料 还真有你说的这位 看样子还挺漂亮的 怎么弄到这个秘密武器的 这个嘛 是内线 保密 好 马上见见你那位秘密武器 陈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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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了 去哪儿了呢 他会不会出去了 不会啊 现在上班时间他能去哪儿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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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干什么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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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两位是OG的 这是官警官 苏警官 他们找你有事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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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踩着书 谢谢 对对对 你好 你好你好 你们先聊 我还有些事情 好 您忙去吧 哎呦 哎呦 哈哈哈哈 好好 来 我们来吧 哎呦 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吗 听说你跟张士豪很熟 嗯 小时候认识 哎呦 哎呦 他现在见到你 还认识你吗 嗯 应该 应该认识吧 嗯 小的时候 经常在一起玩 怎么 你们 想知道什么 内部通报不都有吗 我知道也不比你们多多少啊 我们找你不是了解张士豪的事情 那 那是干什么 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想请你帮忙 我 我一个管档案室的 我能帮什么忙啊 我们想请你在张士豪身边坐卧底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机应变吗 好 我知道了 一签计划行事 好 好 他现在在一楼 靠左手第七个轨台买大火机 你马上进去 抓索和他偶运 关 关瑟儿 能不能 别让我去了 你说什么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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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没干过这种事 陈小姐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时间了 他马上就出来 案子能不能破 全干你的了 拜托你了 我 乖子 我陪他去吧 好 可你不要走太近了 嗯 我知道 走 陈小姐 来 苏小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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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行啊 我 没关系 走吧 苏小姐 我跟你去 别让我去 别让我去 我没事 真的没事 我真的不行啊 我跟你一起去 我跟你一起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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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拿着 走吧 我这没有把握 我在你旁边 不行啊 苏小姐 我 冷静点 关三 您看行不行啊 喂 行了 他已经进去了 好 陈小姐 我就送你到这儿了 向前走 往左拐 好吗 哎呀 苏小姐 我真的不行啊 陈小姐 没事的 周围都是我们的人 你放心 没事的 好吗 哎呀 哎呀 哎 就这样了啊 哎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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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见鬼真是活见鬼 他搞什么他 哎 快看官司 哎 玛丽 好久不见了啊 哎呀 对不起 你有病啊你 谁是你 玛丽啊 对不起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对不起 Janny Janny 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认识我了 你不认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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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考虑他 你不认识他 你不认识他 那么多点 你还没关系 张勺已经走了 我们会跟着他 你们跟着我的车 好 他做得还真的很不错 很多潜能啊 都是这么逼出来的 走 自从你离开家以后啊 我们几个经常在一起玩的小姐妹 也各奔东西了 我从涉安女校毕业以后呢 就随我爸妈移民到澳洲去了 这不这一天才回香港 没想到就碰到你了 真明 我跟你说 来 我真的没有想到 你现在变得那么漂亮 豪哥 又在开我玩笑 我在你豪哥眼里 什么时候漂亮过 我说的是真心话啊 我哪有人家林美如漂亮啊 这都十几年过去了 你还在这吃醋啊 你现在怎么样 结婚了吗 唉 别提了 怎么了 离了 多好几年了 好 好啊 离得好 自由自在地过日子 多好 你怎么样 没和那个林小姐 双素双亲 老实说啊 我跟她根本不可能 就交往过那么一两次 就分开了 为了这事啊 我还大闹了一场 现在想起来啊 太傻了 那你现在 一直瞎混 没结婚 你看呢 那你一直都在做什么呀 我呀 什么都做 做个茶楼 嗯 卖过珠宝 还搞过一家 娱乐公司 你知道 我做什么都没赚 现在香港那么不景气 什么生意都不好做嘛 你现在做什么呀 我现在 哦 我现在没事 做点期货 对不起啊 喂 喂 回阳村啊 官司 你看 一切都挺顺你的 好 看来这家伙要走了 我们还要跟着他吗 看看情况再说吧 对不起 噢 你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